很多的货柜空柜只是塞在欧美地区回不来 所以这里面变成是一个 可能还需要还蛮长一段时间来消化掉 欧美年中消费忘记 一船一柜都很抢手 塞港问题比想象更麻烦 面板电视等产品少了关键的驱动IC 甚至出货大卡关 目前缺料的状况还是算是比较严重的 尤其在像比如说有一些 成熟制成的半导体 目前还是属于一个缺料的状况 其实这两年非常挑 就是对这个供应链管理是非常大的挑战 友达董事长彭双浪表示 电视面板价格下跌情况逐步见底 商用比重较高的显示器 笔电的IT面板 这是没有叠价问题 现在看起来年底购物节销售旺季 事况也不错 预估明年面板产业回到正轨 不过唯独担心万物接涨时代到来 过去大家享受全球化的低廉物价的时代 有一点好像过去了 所以未来因为这个万物起涨 所以通膨会是一个看起来避免不了 那如果说这个通膨超过大家能够忍受的程度的话 有可能会去影响到整个消费市场 未来能源只怕会越来越贵 通膨高涨不止民生受影响 厂商生产成本原物料价格都是问题 一旦被迫赚价 势必影响终端市场需求 业界就盼望通货膨胀 适可而止就好 新台电视黄亮剑沈卫同台湾台北报道 新台电视黄亮剑沈卫同台湾台北报道